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下耶稣的话 耶稣对他们的门徒说 人就是存世之陪圣制止的生命 有什么意义呢 朋友 听我说 我们根根读了耶稣的话 你的灵魂怎么样 因为有很多人 在世界上 他们有根椎 他们有 他们打算 有很多钱 他们要有一个 女朋友 男朋友 太太 可是 你的灵魂怎么样 我要你跟我看一下这个视频 然后 我回来 做一个祷告 让耶稣 祝福你的灵魂 一个极度富有 成功 和非常出名的商人 正在他的床上 带着晚期癌症 枯萎 在病症的咄咄逼人面前 无人为意 并且知道死亡症来临 他写下了他 最后的话 我在商业世界里 达到了权力的巅方 在别人眼里 我的人生是成功的概括 尽管如此 除了过我的工作 我少有喜乐 最后 成为富有 只是我所习惯的 一个生活事实 在这个时刻 躺在我的病床上 回想我的人生 我意识到 我所为此 非常骄傲的 所有认可和财富 已经失去了 他们的光鲜 在临近的死亡面前 他们全都变得 毫无意义 你能够雇佣一个人 为你开车 为你挣钱 但是你不能够 有一个人 为你承担疾病 失去的物质的事情 能够被找回来 但是有一个事情 当他失去后 绝不能够被找回来 生命 当一个人进入 手术室的房间时 他们会意识到 有一本书 他们仍然需要完成阅读 一个健康生命的书 当我们变得越老 随之越智慧后 我渐渐学会 不管我们使用的是一个 300英镑 或30英镑的手表 两个显示的时间 是同样的 不管你带着一个 300英镑 或30英镑的钱包 装进去的钱 是一样的 不管我们想要一个15万英镑 或3000英镑的车 道路和跑的距离 是一样的 并且你到达的目的地 是同样的 不管你喝的是 30000英镑 或10英镑的酒 宿罪 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住的房子 是300 或3000平方米 孤独是一样的 不管你飞的是 头等舱 或经济舱 如果飞机掉落 你会和它 一同掉下去 你意识到了 你真正的内部幸福 不是来自这个世界的 物质的事情 不管我们现在处在 生命中的哪个舞台 随着时间 我们会面对 帷幕落下的一天 因此 面对这一切 我已得出结论 所有一切 皆是虚空 天父 我现在对你说 因为有很多人 他们有很多问题 我的天父 他们不知道怎么做 哪里去 他们的生活 真的不好 他们有很多事情 他们不能 改变他们的生活 可是我的天父 你有历练 改变这个人 你有历练 改变他们的生活 改变他们的生活 我就问你 耶稣 摸这个人 这个人 他的想法不好 他曾经觉得 他的生活 没有本好 可是耶稣 你的词 对我们说 他们的生活 可能改变 他们的生活 耶稣 可能改变 所以朋友 我祝福你 我祝福你的生活 我祝福你的 既然生活 耶稣 现在可以历练 你改变 这个事情 如果你相信 你跟我说 阿们 朋友 你的心里 有平安 因为现在 耶稣基督 在你的生活 阿们 所以我祝福你 如果你有 一个问题 如果你有 跟一个人聊天 说话 你可以给我 打电话 发作为我 一个断信 我是 Viktor Muxi 我可能 帮助你 好 再见 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